五松和十天走在一座庙上 他们还不知这庙叫什么名 也不知道这庙庙的背景 但是本庙的坚负十分热情 设宴款待给两个人洗尘 在酒宴前 他们开怀畅饮 边喝边谈 五松呢很少说话 几乎没怎么说话 就听这十天一个人摆放 这和尚问什么 他说什么 后来和尚问的五松呢 说五都头 你不是俗家吗 你什么时候出的家呀 看你这穿着打扮 你是偷托和尚 跟我们有一定的联系呀 这是为什么 五松当然知道自己怎么回事 其实五松根本就没出家 咱们这么说吧 他穿这身衣服是被逼无奈 后来干脆就不换装了 所以人家一问正好问到病上 五松又不想说 就迟冷了一下 这十天啊 你要不要他说话 能把他憋死 这位来神了 尤其酒这一下度 这一刺激他 哎 他这词是源源不断 赶紧把这话签就接过来了 大师父为 一旦您问在这儿 我兄弟修口外说 我这人期待介绍介绍 方才您说的对极了 我兄弟是俗家 那么提起我兄弟的经历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想当初三拳两脚 八四老虎 那是八虎的好汉 天下名阳啊 后来在阳谷县 当了三班都头 他们一共弟兄二人 他哥哥是五大 他叫五二 那五大是忠厚老式 自可鸡啊 叫三尺姑树皮 个儿长得不高 其貌不扬 就因为这个五官貌相啊 把他给坑了 后来娶了个漂亮的媳妇 叫潘金莲 一朵鲜花 插到狗屎上 说到这儿 他看看武松 心说哪有这么说话 那他就是不相匹配吧 但是五大 耐吹饼卑声 忠厚老式 也有一定的长处 我兄弟从外地回来得知此事 气冲斗牛 还演出了一段十个楼 斗杀西门庆 开掉沙烧 探了人民关系 要是那支箭呢 还就算不错 网开一面 最后把我兄弟打了个冲军问罪 发放到牢军营 后来呢 也该得成命不当决啊 这才认识了公子金莲 反标识恩 引出一段大闹快活林 最大蒋门神 也是我兄弟脾气暴躁 看不了斜的歪的 遭奸人陷害他补夫妻 才演出来学见冤阳楼 大闹飞云谱 你想 本来他就有罪 又谈了人民关系 是罪上加罪 在这时候 正好路过大树狮子坡 一听说 哦 听说过 狮子坡有夫妻二人 男女两条好汉 亥元的张军 母业他孙二娘 好远没把我兄弟 包了人肉馅的包子 后来把话一说出来 哎呦 英雄遇上了好汉 都是文明的朋友 一见如故 那么就我兄弟不死 这玩意不是件容易的事 因为我兄弟 他那人民关系 他是配君 脸上刺了字了 因为那脸当然刺了字 人们一看就是配君 那还有个牌吗 为了让我兄弟脱险 所以蔡元的张情母业 他孙二娘从那个库房里头取出一身衣服来 叫我兄弟穿的这套 就给我兄弟打扮了一番 因此苏家变成了头脱 把这头发也留上来 面上的金字也盖住了 再变成初夏人 再说呢 不光这套衣服 母业这孙二娘和蔡元的张情 还留着一套衣钵戒别 就是你们合成那套手续 那四叔跟我兄弟还提起相仿 我兄弟穿上这套衣裳 戴好这衣钵戒别 就能混过棺材的盘查 所以顺利到达的水不良山 打那之后 我兄弟一琢磨算了吧 我终身也不去七世 干脆我就算半拉出家人吧 故此才坐着夹和尚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 不知道您听明白没有 哦 原来如此 亲僧似乎听说过 我再问一句 那么母业的孙二娘和蔡元的张情 这套衣服从何得来的呢 他为什么有一波戒别呢 五叔已经有坏事 不能接他往下说了 就捅了一下十千 那意思你嘴巴狼藉的 你介绍这干什么 这不多余的废话 一捅他 也打这十千多谈了点酒 他把这意思理会错了 捅他日下的别说 或者少说 十千以为让他说 让他都说呢 明白明白 我和尚 这事啊 切笔就怕老乡 你说他们 哪来这套衣服啊 这是后来我们遇上了 听他们向我介绍 母业是孙二娘一边说一边乐呀 他们家哪来这和尚的衣服呢 那就是说 这话实在三年多以前了 有一个大和尚 这和尚就是这个投托和尚 到大树狮子坡 前去花园 就住到张家老殿了 本来有吃有喝不挺好呢 哪知这和尚不是个好和尚 乃是一个心花问柳 沾花年草之辈 他喜欢女人 我虽然不是个出家人 我听说了 出家人们跳出三界外 不在五轮中 紧记杀 盗 淫 忘 有特别这个炎字 最大的机会 出家人讲的是什么 扫地不上 楼以命 爱起飞蛾 沙照灯 慈悲为本善念为怀 早晚三朝拜 佛前一处乡 沉中目骨 陪伴一生 哪知的妹和尚可好 是个花和尚 念的是佛 做的是严实 他住在那殿房之后 看上 看上我那碧妹母业 是孙儿娘了 咱说的这位大师 我得给你接下去了 你认为这母业茶 长得是五大三处 不定多难看 说她是母业茶 因为她硬鸽颇辣 男人不敢干事 他敢干 胆子也大 无一眼高香 故事叫母业茶 要论母呀 那也是一流的 小脸蛋长得俊孝啊 所以那和尚就动了严心了 拿这酒盖脸 动手动脚 结果把我那弟妹可气坏了 心说你这出家人 怎么能干出这种事的 干脆我收拾了你吧 最后呢 在那酒里的给她下了点麻药 和尚不知道 三杯酒入了肚 当时人事不醒 功登一声摔倒在闭 我妹子孙二娘 孙夫一生 叫手下的伙计 像财食猪一样 抬到地下使人肉作法 那里我案子 就把那大和尚扒光了 衣服定在案子上 卸家四肢开仓摘心 那下水呢 没用的全都扔了 那肉大块的炖起来 小块的舵不舵不上的馅儿 包了人肉馅儿包子了 这大和尚得了应得的报应 所以她穿着那套衣服 身上的手续就流到仓库里头了 知道了后来呢 我兄弟路过十字坡 为了就我兄弟 哎 这东西有了用场了 从仓库举出来 才给我兄弟穿上 就她穿着这套 这和尚听了之后 不听则可文庭脸就变得傻了 你们请问那个和尚叫什么名 您可以告诉我吗 哎呀 叫什么名 我好像记不太清楚 我想想我想想 想不起来 那么吴都头 您身上带着一波戒别人 吴松说我带着 能否拿出来 让贫僧过过目 可以 吴松把一波戒别取出来 往桌上一放 和尚把戒别拿过来 那是和尚的证明 大和尚一看 大和尚是放生痛苦 师弟 你死的 你死的也是好惨的 是你 怪不得你阎空心描闹了半天 让孙儿梁包着人肉鞋包死了 哈哈哈哈 吴松就一愣 十天 也一捂了脑袋 我说您这乐呢 您是哭呢 我哭呢 我怎么看得像乐呢 你放屁 有这么乐呢 我哭了半天 你得过什么 谁是你师弟 哎 我实话对你们说了 被孙儿梁包着人肉鞋 包着那个出家人 是我的亲师弟 您叫广慧 我是他的亲师兄 我叫广恩 我二人带是一师之徒 说这话三年前 我师弟下山 木画师方 是一去而不回 我不放心 我派出多少人打探消息 结果是烟空心鸟 到了今儿给我才听清楚 到了半天 我师弟惨遭毒手 师弟啊 哈哈 你死的好苦啊 武松一听 狠狠愣了师亲眼 今儿怎么样 你说吧 你白活吧 有什么你说什么 今儿吧 用抽烟 我看这事怎么解决 这师亲是毫不在乎 把眼前一碗酒喝干了 哎 和尚 你也甭难过 哎 你刚才说什么 啊 他叫广慧 你叫广恩 你们是一师之徒 对 和尚 像你师弟这种人 没有什么怜悯的 也没必要痛心难过 你说他干些什么事 给你们出家人是丢人现眼的 哎 犯了无界最厉害的一条 调戏迷迷迷迷迷 他死 虽然说死也过分吧 手段是有点那么残忍 可也说是罪有应得呗 那你难过什么 也省着你的事了 省着你 给他处分 省着你劝说他找多少多少的麻烦 出家人队伍之中 怎么能允许这种人存在呢 对不对 再者一说人已经死了 你难过又有什么 一般 二位啊 咱把话说清楚 今天感谢二位对我说了实情 我才知道我师弟得了这个结果 我恨透了母 也是孙二娘 恨透了菜团的张青 这对狗夫妻 把我师弟给收拾了 此仇不共戴天国 绝不能容忍 二位啊 咱们可以说是灭缘的 怎么在这就见了面了 怎么你们二位就告诉我这件事了 我二位对不起 你们先别去陕西州 住在我的庙上先委屈几天 我要找菜团的张青 我也是孙二娘算账 把他们两个人结果之后 我再放二位离标 你们看怎么样 呀 我听这话什么意思 想把我们扣到这儿 做人质 做人质 然 就是这么回事 谁让你们是一头呢 谁让你们是好弟兄呢 我先拿你们做人质 多暂他们来了 我收拾完了 再放你二人 再恢复你们的自由 你们看怎么样 嘿嘿嘿 我和你说这话 你不怕瘫大扇了你的舌头 我们哥俩什么人物 能听你摆布吗 水不凉山的英雄好汉 能听你的吗 你真是尽口磋荒啊 我看这桌酒宴 咱也帮吃了 哇 你看十天嘴挺平 脾气还挺暴 叶把桌的个粥饭 七叫哗啦 听他哗啦 晚餐家伙全都摔碎了 和尚赶紧往旁边一跳 身上没沾上油腻 这下捅了马松过 就见大和尚 广恩是哇哇爆叫 无松啊 十天 你们走不了 你们就认倒霉吧 我没必要通报官府 我要以官府的势力压你们 让官府的人抓你们 我出家人不够个人物 我的事我自己解决 我的梦我自己冤 二位如果不服 在院里的比我 你们要胜过贫僧 来去自由 你们爱走就走 我管不着 要不是贫僧的对手 要按照我的话 那么办 我想二位没必可说吧 和尚说的 这一条帘子 撑 撑到院里 吩咐一声 来人 好家大和尚小和尚半和尚一百来好 有的拿着棍子 有的拎着借刀 有的拿着方箭连魂铲 酒连魂 哎呀呀 挤了半院 大和尚分析一声 拿我的兵器 什么兵器 一条奇梅棍 再看广恩和尚 首提奇梅棍 往院里一站 是别鸣骂着 让武松师前出来受死 这师前告诉 现在不负气 甩掉英雄厂 拐出小片刀 抬鞋底蹭蹭 把这小片刀还蹭了两层 哈哈 呵呵 讲理啊 怎么的都行 玩横的 爷爷不在乎 这一辈子大江大浪 我过了多少 小小的沟区 还翻得了船吗 你稍后片刻看我怎样 赢你 那 明雷 我出去 登登登登 他干跺的脚 不出门 为什么 出去他就得爬去 他用手捅武松 兄弟 你还看到吗 大将都后阵 哥哥给你关笔 你快出去吧 武松一听多好 我撑他的保镖了 他捅娄子 我给他拼 可这事到现在不打也不行了 再看武松 奔煌拽出雪花 双戒刀 飞身心跳的天井当院 把双刀使得插滑 一分 来了 大和尚 听我良言相劝 先最好别动 我石子哥方才说得清楚 讲得明白 你师弟的设施最有应得 你还翻老账吗 你想跟他学吗 他都做了哪些事是可杀而不可溜 但这个事呢 你学着不公 咱可以找个时间地点公平解决 哪怕什么包陪你点损失啊 走动走动 人情啊 尽量这个事做得功德圆满 但是大和尚 你要想动物欺压良善的人 我们可不受这个 要找这样的打下去 两败俱赏 也找不着什么便宜 你脱脱 乌龙啊 你就别说了 既然你二人不肯就范 讲不了说不起 就得无力解决 张青孙二娘不来 拿你俩顶上 算你们俩倒霉 机棍 机 楼头盖顶就是一棍 这广恩和尚啊 是少林和尚 咱还得介绍介绍 这座大庙叫平凤岭少林寺 这段书叫兄弟二人 勿走平凤岭 这个少林寺十分了得呀 总院设在河南登峰岗松山少林总社 那总院 在天下二十四处分院 这平凤岭少林寺也是属于分院 归这和尚广恩执掌 广恩还有位师父住在千佛洞 没在庙上 他也未经请示老师 故此擅自行动 前言少叙书归正文 他大规望险去砸 武松兴如烈火能吃他这个 河霜到望上一迎 火星似茂 把棍子踮起多高来 但是现在武松也两臂发麻 因为刀对棍本身就吃着亏呢 但是武松是硬汉 宁折不安 因此 窜蹦跳跃 跟他斗在一处 这和尚这条棍是颇风巴巴 一会儿罗汉跪 一会儿行着话 呼呼挂蹲 武松按条大拇指拔了 这和尚勾个叉子 看来今儿给我遇上竞敌了 还不知道有没有把握能把人家赢了 有没有把握离开这座古叉 单说这十天 十天在屋里看武松在那盯着心说话 我也不能不帮帮忙 眼睛一转是记忆上 心头